或是 哈马斯首度释放人质的画面曝光 黑夜中17岁美籍女子纳塔利先被拉出车内 随后她的母亲朱迪斯也现身 双双转交给现场的红十字会人员 这对母女在以色列军人护送下安全返回以色列 更多被绑架的细节也曝光 纳塔利的哥哥还原母女遭绑架过程 这对母女当时在距离加萨 不到两公里的农耕社区 纳哈奥兹被哈马斯绑走 如今历劫归来 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总统拜登通话 最新情报显示哈马斯绑走近200名人 以色列军方也透露大部分人质都还活着 随着以色列狂轰加萨当地已超过4000人死于战火 现在以色列也放话战争结束后要切断与加萨的关系 只是摧毁哈马斯恐怕得耗上6到8个月 加萨居民的处境只会更加悲惨 三里新闻 杨俊